和县令大人去说吧 刘掌柜不想再和这二人多言 玄机是一伙一门抓结实些 接着一同陪着九四掌柜 押着二人去往了府衙 宝蛋不知道 他的这一通打杂 竟阴错阳差地 抓住了隐藏在北市的拍花子人犯 并间接地救出了几名 还没来得及转移的孩子 话说 牧坊中 经过一个多时辰 随我马车的外棚 安装完毕 同时赠送的草料 也都装上车 买车多出的几钱银子 也被古兰换成了草料 那个 李老弟 能不能再多等会儿 我们这儿 还有几个人没有回来呢 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赵刚家的孩子跑丢了 大家都去找了 人还没回来 就是大压二压爹 这么一说 村长知道是谁了 这么说来 大压二压的那个糟心弟弟丢了 别提了 这孩子太任性了 和他娘生气 自个跑的 哎呀 这孩子也太胆大了 两人正说着 只见西山村出去找孩子的几个汉子回来了 没有见到赵刚夫妇的影子 赵村长忙中断嘴里的话 迎向了那几人 怎么样 孩子找到了吗 爹 赵刚夫妇还在找 不愿意回来 赵村长又叹口气 旋即再次来到李村长这儿 李老弟 你看看能不能多等会儿 那孩子还没找回来 最多正午过后 如果那孩子还没找回来 我们就不等了 他这个村长做的也已经人之意尽了 也叫人出去找了 也舔着脸 拜托李村长等着他们 要是再找不到 就是孩子的命 看着坐在马车上的两姐妹愣神的模样 古兰有点不忍心了 看了眼大黑 我带着大黑去找找 金大哥 安安他们就交给你了 大爷 大鸭惊讶地看着古兰 他没想到 主子会帮着一起找 大鸭心里是矛盾的 对于这个自私 喜欢折磨他们的弟弟 心里真的恨大于爱 可当听到宝丹丢了的时候 心里又是说不清的滋味 总是有担心的 谢谢大爷 行了 好好待在马车上 不要乱跑 我可不想找过那小子以后 又要去找你们 喊着大鸭去他爹娘的行李处 找出他弟弟的一件脏衣服 大黑毕竟不是经过 训练的警犬 古兰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行 虽然这家伙看起来 确实有点灵性 大黑 能找到衣服的主人吗